各位網友、各位聽眾 現在你看到我 如果看的當然是下載 上YouTube看 但聽到我說話 就是禮拜五晚上下十點 我們現在多做一晚 除了禮拜一 就做了禮拜五 禮拜五現在在考慮 是否可以做直播 這次是錄播的 禮拜一一定是做直播 禮拜一如果有封煙 我們都在禮拜一做 禮拜五就先下載 但現在為了應酬聽眾 因為信眾要求 已經做了一年了 那些人說 有些人做多晚 有些人做三晚 有些人做五晚 你傻了嗎 大哥 哪有這麼多時間呢 做五晚又沒有錢 又要掏錢 為何要做五晚 你又有好處 你又沒有磅水 要是你就給錢 所以我經常說 我沒有錢 交到五晚又不行 我去彎仔做節目 來回坐的士 加了夠幾水 所以真的很淒涼 有些人說 怎樣捐錢給MyRadio 不用捐給MyRadio 捐給社民連 可以了 我告訴你 你捐給社民連 就等於捐給MyRadio 因為我要掏錢 寫文連我也要掏 MyRadio也要掏 那你捐給社民連 可以了 所以問題是 我們星期五做 現在的形式 就仍然是 好像星期一 我一個人 只講一小時 我悶都悶死你了 所以我們想著 星期一做直播 我們就找些嘉賓 找嘉賓 我們照計 以我們的江湖地位 去錄卡 就不是困難的 但是你要錄什麼人 來幫你做呢 你錄一個上來 你打他 一次他就最多 你知不知道 下一次他就不來 你現在不是香港電台 這個千禧年代 你不是這個商業電台 或者是從晴朗一天蒸發 你不是這些節目 大哥 這些節目 那些人要出的 要拿那個曝光率 那他便會來 就算你輕輕捱 打一下他 但是現在 跟你在網台上 他就想 網台沒什麼人聽的 他為什麼要掃你 去找嘉賓呢 根本不容易 如果你找到自己有 那找來做什麼呢 你沒有火花 那好吧 如果那個是自己有 或者那個意見比較和你相近的 然後呢 你又突然就要有火花去打他 那又沒有意思的 所以我又希望各位明白 我們未必每一次都找到 適當的人來跟我一起做節目 是吧 那我又講過 我會找藝康 那我會求他 是吧 那藝康呢 他就三月四號呢 就和我會在這個崇基神學院 在崇基的教堂那裡 就有一個座談的 那那個也不算是一個報道會 那他和我和陳耀南教授呢 就應這個崇基神學院的邀請 因為他們教了一個叫基督教文化節 是兩年一次的 那上一屆呢 就我也有份去聽 那因為上一屆呢 他請了這個余杰 就是大陸的家庭教會 這些地下教會的 余杰也是一個很出名的 就是自由派知識分子 那他也都寫了很多文章 在海外刊登然後鬧人間黨的 但是他人的就是大陸 他也都曾經見過部署 所以他安全很多 因為他見過部署 那上一次我們就聽余杰講耶穌 因為他是一個基督徒 是一個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 可以這樣說 所以我昨天呢 就在這個基督教文化節開幕禮的時候 就和陳耀南教授 另外一位內地的法律學者 那個是留學美國的 研究這個宗教立法的劉鵬教授 昨天我們就有一場兩個小時的座談 在這個上基神學院裏面舉行 很多人質都滿 那題目呢 就是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的挑戰 那昨天呢 兩小時 那我兩小時聽完之後 我自己又有份講 我就發覺很有趣 於是呢 也有些網友就跟我說 他在3月4日跟毅康陳耀南那一場呢 將他擺錄音機錄起他 或者錄像 然後放在MyRadio那裡呢 那我現在在想 如果可以的話呢 我就錄了那一天 即是3月4日 我跟毅康和陳耀南教授 三個在基督教文化節的一個所謂座談會裡面 那個座談的內容呢 兩個小時的 將他錄了之後呢 就放上MyRadio 那就可以應酬了一晚 禮拜五就不用錄了 那你就聽了 挺有趣的 因為我昨天做了一場之後呢 就發覺第一 就是聽眾反應不錯 就是聽我們講 這個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的挑戰的 那些聽眾的反應非常之好 另外台上呢 除了我之外 陳耀南教授 和那個劉鵬教授 就是講得非常之好 就是尤其是講內地 那些基督徒 知識分子的遭遇 還有現在在內地 就是你有一個基督教信仰 你所遭遇的那些問題 那他都給我們很大的啟發 那所以這個是很有趣的 那另外呢 就是在3月4日 我們晚上七點半鐘 在這個崇基教堂那裡 那裡可以容納大約七百人左右 那我相信呢 就是如果你要去聽 就站位啦 逼進去啦 因為飽了 你聽過藝康講耶穌嗎 藝康講衛詩 你也聽過而已 藝康說耶穌是外星人 那你就不會聽一下 哈哈哈哈 那些人就很有趣 那些人就說耶穌都找回完 就錄起它啦 那我現在想一下可以得 如果到時有人幫我手呢 就錄了它 那到時就放在我的Radio 就是講起藝康 即我找藝康做節目 我順便就跟大家講 3月4日崇基的這個 《基督教文法節》 那你都可以拿到 那些catalog上網 你都可以看到的 那它還有其他那些 那些講座活動的 都相當有趣的 你是基督徒也好 不是基督徒也好 我覺得是值得去聽的 那當然我們又不是在那裡 就是純粹在那裡傳福音的 因為都是一些很現實的問題 包括我今天提到的 馬時鏗他有基督徒 李少光有基督徒 黃仁龍有基督徒 是吧 林水倫 有人說他太監 那他都是基督徒 然後就經常主啊主啊 交給神啊 即是很神的 隔中他要神的時候就很神的 是吧 那這些人 我們是不是 大家政見不同 那我是否基於主內體卿 我又要包容他呢 那包容是用什麼來包容他呢 諸如此類 那些人問一些很有趣的問題 是吧 那我們覺得呢 譬如說你政府 那麼多基督徒 那當然是好事 是吧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做的那些事情 即不是神所喜悅的 我們認為 大家不同標準的 那他又覺得 你這些基督徒是異端來的 你做的那些事情 不是神所喜悅的 那我們 大家有得咬一下 是吧 這些是很多人都忽略了的問題 原來我們除了一個政治取向 你都可能有一個宗教的取向 然後宗教會影響你一些政治上的決定 你明白嗎 你又很奇怪 為什麼會有一個陳日君這樣的人 是吧 這麼支持民主的 為什麼有基督教的教會 又這麼保守的 是吧 那大家都是信那個神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為什麼天主教又會比較 好像對民主比較積極一些 然後基督教就不是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吧 所以基督教又有一些很激進的 那些對民主的主張很激烈的 又有 朱鎔明牧師 又不同 又有些好像那個敬拜會那個 那張人團體的陳世強是做損毀的 是吧 那接著他說 我見到溫家寶 我覺得真的是神的恩賜 有個這麼好的領導人 你不要去死 這些 又有這樣的基督徒 你明白嗎 所以問題就是 你不要以為這些是很普通 我們不需要關心 原來基督教對那個政治的影響 是很大的 基督宗教 我最近看一本書叫做 《海撒與上帝之間》 這本書是台灣出的 很奇怪 但是作者是大陸的學者 因為在大陸出不了這些書 他這本書說什麼呢 他是一個他自己的論文的研究 就是他讀博士的時候 他那個feel是研究什麼呢 是研究這個基督教在西方社會的影響 特別是對政治的影響 就是整個 就是過去那三千年 或者後面那二千年 有三千年的西方那些 大家看到歷史裡面 有信史看得很清楚那些 有千多年的基督教 於是他就在研究 究竟基督教的那種價值觀 對西方民主政治的發展 的影響在哪裡呢 當然我們今天看到布殊這些 這些研究子 你看到奧巴馬那些 都是言必講上帝的 美國就是這樣 因為它是一個宗教